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1月8日星期五的 接近中午時間今節由我去樓山 還有我們的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網向鐵人 早晨帶來快報時段的加拿大加燦生 各位網友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在樓下言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讚 好了 今天香港天氣是相當之寒冷 冷到不得了 大家記住 出門就多穿衣服 還有要自己好好戴上口罩 身體方面就要好好照顧自己 有一幫人都要好好照顧自己 不單止照顧好自己之餘 還向你報告天氣 就是這個人稱戴耀的戴耀廷 他對這壹事成五十幾個民主派的人士被捕 很明顯 始作俑者 或者你們沒有打算這麼嚴重的 都中了這個35家的計劃 什麼攬炒 真攬炒十部曲 不是假的 因為現在很多媒體都會說他那個什麼攬炒十部 他寫明了 圓門正宗 我這個叫真攬炒 不是假的 十部曲 這壹事很多個都叫做獲准保釋 當然戴耀廷都是其中之一 他離開 昨天晚上接近12點的時候 他就離開這個叫做馬安山警署的 記者當然等 很多記者都等著他出來 等到了 出來說什麼呢? 竟然向大家報告天氣 香港已經進入這個寒冬了 吹的風 又猛又凍 但是我相信仍然很多香港人 會用自己的方法繼續逆風而行 什麼 炸飛機 之後再回答其他東西 就說了一聲離開了 他自己都沒想好 究竟有什麼可以再說 什麼不可以說 他都不知道 所以經常說什麼 自我審查那些 真的 講得明白 是你自己審查你自己 究竟有些什麼可以說 有些什麼不可以說 他最嚴重的東西 我們節目都不約也同都提過了 就是提出所謂的叫做真攬炒十部 他沒想過自己這壹事帶到下去 因為他是在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前 就說這個叫做真攬炒十部曲的 他就將這壹事整個package 一聲扔進去所謂民主派的初選35家裏面 他現在基本上都已經被定為這壹事的頭目分子 就是最不幸運的 策劃人 其實最不幸運的就是那些歐樂軒 是不是 是 打算貼著 投下票 我覺得最不幸運的是誰 黃碧雲 黃碧雲 我覺得是歐樂軒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覺得歐樂軒這麼慘情 我們都說他叫什麼歐快軒 歐快軒都說爛來扶不上壁 我們在舊台已經講到現在了 打算藉著黃之鋒的plan B 可以做到這個叫做立法會議員 誰知道呢 周庭後來的叫做選舉情情那些 就去上訴啦 贏了公義 輸了議席 把黃之鋒的議員助理夢都打碎了 歐樂軒的議員夢也都堆壞了 歐樂軒就哭著離開立法會議員這個職位 還不能夠罵周庭 最慘是 我的工作明明十萬元一個月 雖然要抽水給黃之鋒而已 也算有名譽有地位 誰知道被你自己一刀插 還要不可以罵你 一罵你的話就被人玩二五仔 一輩子受你的氣 現在這四年受氣都受得夠了吧 是啊 還在笑著 笑著對他說不介意的 誰知道沒有了議員做啦 打算搞個35家這些 當時戴耀廷說要籌三百多萬嘛 跟爾濟賢那些 打算收拾一些跑腿費也好啊 是不是 誰知道跑腿費都不知道有多少收拾 現在我們都說了 節目之前看過了 原來給他出的錢是29萬和4000元不等的 歐樂軒不知道有多少錢 難道我希望不是只有4000元买奶茶 乘搭巴士 考腿費就沒有了 做兩下還要被人抓賣 是啊 你真是爛泥符不上壁 北祥人你這次還要被人抓賣 不是怪他 北祥人就是他前老闆黃之鋒的北祥人 我也替他慘被人抓賣 所以戴耀廷這次就什麼寒冬啊什麼逆風移行啊 不要再說他會不會遲些出一個叫逆風計劃 不要再搞了吧 跟著你的都沒有很下場 這件事 對上一次跟你佔中又要進去坐 這件事又要進去 分分鐘這件事都不知道多久 拖一段時間會變成 是啊 最麻煩是拖 還要律師費呢 問612 喂 612 給些幫忙一下 我們就來乾堂了 現在只剩2千萬而已 但我要再籌一下錢 你們53個人很貴的 收順一點 是公數來的 公市公非 是公數來的 不能收抵抗的 是 當然這件事已經進入了 這個叫做司法程序 司法程序 所以戴耀廷都不能夠 就是他都不能夠講太多 關於案情的事情 不過其實他就著自己 就是對於這個35家的計劃 是怎樣 這個那樣 或者對於香港的民主 究竟是怎樣看 喂 你是不是都應該要講兩句呢 如果你就是什麼叫大家 什麼天氣冷啊 穿多件衣服啊 不如打火鍋 不如說 我覺得那個感覺有些不負責任 現在這樣就 他都沒有心機講 我想他腳震了 進去坐完又進去坐 不夠幾年又進去坐都一鎊了 這次這件事會不會帶他們去坐呢 這個就是誠意 因為我們要整件事去看回 因為那個關鍵叫做無差別 例如叫做否決財政預算案 要干預到那個施政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他們是有證據顯示到他們 真的這樣的話才可以 現在唯一的證據就是 他那篇《真攬炒十步》 現在這個是 我們現在已知各方的評論 包括譚慧珠的評論 他的罪 他的煩的 是由於他提出攬炒 是 那麼接下來也有一段 其實如果我們除了港區 《國安法》那邊也要看 我們嘗試深度一點點去 再看看他的法律那個問題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裏面條例 第七、第八、第九 其實都是跟他們這幫人 這次有關的 例如任何人賄賂 以武力或者威逼手段或者威脅 欺騙另一個人在選舉中參與 或者不參選 職屬這個舞弊行為 那好了 他們當初 他們這些初選 有沒有牽涉到這些成份裏面呢 那也都要再去調查下去看看 究竟是不是 而因為這些選舉舞弊 再帶到港區《國安法》的時候 第22條裡面所提及的非法手段 如果兩者扣得起來的話 他們落獲的叫做港區《國安法》那邊 成數就會高很多 再加上之前有一部份 我們之前在節目都有提過 就是朱凱迪搞出來的那壇叫做 《落墨無悔》 那那裡有沒有叫做 那個叫做聲明裡面 否決財政預算案 那有沒有提到呢 那這裏呢 也都是一個叫做 他們可以叫做爭拗點 他們現在呢 可以說叫做控方和辯方的律師 來的律師 都會準備著去就著這些各方面 哪一點呢 去看一下有沒有犯法 或者怎麼樣 有沒有提過 還是怎麼樣 現在就在扭這些 因為那時候戴耀廷就說 沒有要大家呢 去簽一些叫做共同綱領的 這個很關鍵的 之後 朱凱迪說不行喔 不可以沒有這些共同綱領的喔 只是口說三十五家 攬炒十部曲就可以了 不行 我們弄一個叫做 《落墨無悔》 因為呢 那個《落墨無悔》裡面呢 就說寫著的嘛 包括呢 叫做 否決財政預算案 逼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嘛 所以簽了這份東西那些呢 我相信呢 叫做 中到這個港區國安法的機會呢 會大很多 嗯 這樣的說法就是 反而如果以你這樣看 就是民主黨 出事 就是出事的被落 被定罪的機會 是小過其他 簽了這份東西的人 抗爭派 抗爭派 抗爭派這份 真的你要抗爭到底了 沒得 哎呀 我不知道的喔 三十五家這些沒有 不知道的 就簽 對 不知道又簽 算吧 我沒有看清楚而已 很多人簽東西之前 都不看清楚的啦 是不是 聯署之前有沒有看清楚 是什麼 朋友叫我簽就簽了 是不是 不是個個都會看清楚的嘛 看清楚很多人就什麼都不簽的了 是不是 因為有同齊壓力的嘛 OK 這麼大個人的了 逼得你的嗎 到時候一定是這麼說的 都是衰硬的了 我簽一下而已 你做議員的了 立聯簽的 單立聯開的嗎 雖然他們經常都立聯開單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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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都按錯鈕 是不是 簽名不可以搞錯 黃碧雲有得辯護 之前他按錯鈕 因為試過投票 幫他自辯 我在法庭的自辯 哎呀 我有個別名的了 叫一炯雲 簽了有多期啊 是 因為他們在那個落脈無悔那裡 他們有一個字眼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去深思 他要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 就是用這個叫做 否決財政預算案 他說回應 他說回應 他不是答應 他只是說回應 這個又是一個可以爭辯的字 因為特首已經回應過了 不是沒有回應過五大訴求 是沒有答應 我們叫他回應多一次 我們不是叫他回答應 他回個NO都可以的 這樣說 是啊回個NO都可以的 雖然之前他們說NO都不接受 哈哈哈哈 你說是不是 是 這幫人如果死爭辯的 不過要看法官 當然要看法官 是啊 法官決定怎樣就怎樣 那不服就上訴 有機制的 是 但是那個問題 跟著又要回去了 究竟35家和這個叫做真攬炒十步呢 那個有些什麼文件上的東西 或者有些什麼他們的宣言上的東西 是扣了一份樣呢 這個就是戴耀廷 你到時如果真的有的話 你到時的任司都會忍不甩的 因為甩都是那一句 現在進入了法律程序 有些位置我們都不方便 見到都不方便穿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 陳子惠有沒有簽呢 陳子惠有沒有簽呢 他看不明白 因為整篇的東西是中文來的 他每粒子都明白 但是穿了之後就看不明白 所以他沒有簽到 是啊 他沒有簽嗎 那就聰明了 那就聰明了 但是其實就是這樣說 就算他簽了都不怕的 陳子惠 因為他讀書成績太差 他就可以說我讀書成績差 但是我都不懂的 其實之前呢 以前講英時代有一件事 有很多人都做過 就是被人抽中了做陪審團 哦 那怎麼辦呢 抽中了陪審團 然後因為97之前 很多陪審的人是講英文的 然後寫封信說我是中文中學畢業的 所以我不懂英文 我英文不夠好 我可不可以不做 在賠審團 哈哈哈哈 很多人是這樣做的 以前是這樣 我講回以前的歷史 所以現在 誰在外國留學有簽過的 是不是可以說 哦 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我中文不合格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簽什麼的 你好像郭榮鏗那樣簽了 他說 我都沒有讀過中文的 我以前在Canada 我在那裡出生的 然後我都沒有在香港讀過書 所以那些中文我不懂的 你說什麼呀 但是 他的年代可以 自從這個智能手機年代 他用Google Translate 你沒有用Google Translate的 Google Translate不準確 那我就不懂了 這樣也可以 他們的律師 你猜他們不敢這樣說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一定要 就是其實 那個法院 那個審訊 一定要 更加透明 在香港 就是最好 就是可以 旁人可以看得到 他們怎麼審 是啊 這個可以說一下 因為我以前都試過在法庭上 看一些案件 他們審 你會發覺 例如好像 見過有幾宗 都好像 例如好像 洞房 什麼 星星島那些 他們那些法庭新聞 跟我現場聽的 有出入的 是啊 我就是說 所以現在第一件事 我從來都不是不支持改革的 我從來都支持改革的 但是 你如果一早就說 要搞那些量刑委員會 要搞那些其他 那些什麼 大家如果要公開討論 究竟要怎麼說 其實最第一件事 就是法院的透明度 要大大增加 是 我覺得應該可以 整個live的電台出來 給大家收聽 你可以選哪一個庭 因為一等 我當高等法院 其實裡面很多個庭 都會開心的 是吧 其實有些案子 挺精彩的 那你可以選 哪一天可以聽 因為有時候有一天 有些很悶的 你可以skip了不聽的 就是播回 某一些人的 叫做會面紀錄 或者播幾次 我們現在播回 你曾經 你這件事 例如 戴妖那樣 你這個記者招待會 的詳細內容 他真的會從頭 播到尾的 在法庭 播了一個上午的可能 那我播完 我們下午再繼續討論下去 那你就可以skip了 那些片 他應該放上網 我認為 這些有資訊性的片 他應該放上網 那些證據性的材料 放上網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有其他地方 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 美國那些 變成了做電視節目 其實我都可以的 但是他不用做電視節目 或者聽 你讓我們跟著一起聽也好 是吧 我們知道 起碼知道 那個過程是什麼 兩邊的證據是什麼 就是現在經常都說 有些人說 我拿些證據出來 為什麼不判他死 不判他有罪 不判他有罪 就有證據 但是那些證據 究竟行不行 或者有沒有 夠不夠 那些你是沒有辦法 判斷得到的 只是在報紙那裡罵 基本上現在 或者在這個網台那裡罵 喂 為什麼那些證據這麼速 都告不進去 是不是皇冠 那你特意放他走的 一定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但是如果你把那些證據 全部放出來 一切的東西都在陽光之下 那情況就會很不同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那些記者的報導 都會認真很多 是啊 變相市民可以監察這些傳媒 也都可以監察 有沒有些人在那裡亂射 不是哦 我聽到這一庭是這麼說的 是吧 例如他們什麼攬炒十部曲的 到時戴耀廷 在庭上面怎樣扭 怎樣去說那些 喂 大家市民一齊聽 是不是會更加公道更加過癮呢 是啊 我也是公道一些的 你什麼量刑委員會那些 全部浪費了 因為你根本都不知道 現在 就是說要量刑委員會 解決這個問題 對不起哦 大家連這個問題在哪裡都未必知道的 現在 究竟為什麼 大家會對整個司法體系這麼失望 因為黃人是很失望的嘛 黃人又說法治已死 那男人也都說 哎這個是黃冠狗冠不公道這樣 警察拉人 法官放人 是啊 我聽了半年以上 是啊 神經病 就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 喂 可能有道理 我不是說他完全沒有道理 可能他講的話是真的 但是 我有些證據 我有些證據 是不是 他們講得這些東西的人 我認為他們也都希望 他們講的話 是可以有證據去支持他們講這番話的 尤其是黃有法治已死 好了 如果你必認為為什麼法治已死 你可以 拿回那些證據 那些案例 裡面的判詞 拿出來講為什麼法治已死 好了 男友你就可以說 為什麼這個是黃冠狗冠 我就拿回那個判詞來講 是要全份判詞 還有 他看過那些證據 辯方律師怎樣講 然後 前文後理講出來 如果你都可以說他是狗冠狗冠的話 那他就是狗冠狗冠 是吧 不要斷章取意 是 全套講出來 整個事實講出來 整個老襲斥面 de 過程都拿出來 ISniej 那我們這節目是最後還是要講 察覺 Pastors 如果他想着是違法达议,他应该都会说出来的,这次他似乎完全不想上身 所以他现在跟你说天气报告啊,天气先生啊,叫大家穿多件衣服啊,林昭英上身啊 林昭英啊,挑人台台奖啊,合法达议啊,我没想到违法的,我一直说话都是想着合法的 我没有的,我这次不认的,打死我都不认的 我不是打算中国安法的,对吗?对哦,我打算选举舞弊的,最多都是 对啊,我打算选举舞弊的,什么国安法的,你又砌我生猪肉?等于上一次而已 喂,我不是那么重罪的,我打算你什么,喂,你计算那条数是你占领两天的,才是什么数罪而已 怎么知道你现在占了,不好意思啊,你继续说 怎么知道你现在占了那么多天,你当然要重罪点啦,天公地道啦,对吗? 是啊,他好像出来后那些头发很乱,他起码也要做个理发达议才行 因为他要逆风而行,所以他头发这样弄给你看,所以吹到这样 好啦,我们这次不如来到这里先啦,好不好?多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